被許智傑點名 因為得票率和對手只差一趴 是九位可能被罷免的 欄偉之一 葉源之反擊 跟許智傑繼續開槓 平面媒體再揭露 不只有許智傑點名的九位欄偉 來內部還有一份 獵殺二十名綠偉名單 這名單都有對應的選區藍白尾 或是五黨籍友軍 當中大多都鎖定話題性人物 他就是黃一半 甚至一半都不到 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瑤 回應時是精準到位 砲打藍白 戰力超強 也被來鎖定成為頭號目標 長期扎根新北 同時也是新北市黨部主委的蘇巧惠 未來可能投入新北市 市長選戰 正因為有指標性也是榜上有名 曾經挺過罷免案的黃傑 再度被列入獵殺名單 在臺南賴系立委 同時兼任黨部主委的郭國文 跌在名單當中 藍茵剛挺過謝國良罷免危機 同時鎖定立委試圖想衝破明年開始的大罷免潮 要罷免自政黨20席立委 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從傅崑奇到朱立倫 一致否認這份名單存在 而過去談起罷免 今年五月主戰派的 藍尾態度可是堅決 你罷免我一個 我罷免你五個 明年大罷免潮會不會動起來 藍綠態度可見端寧 三連綫有黃車播嗎 月魂太暴動